你这些太好了 我考上名牌大学了 我要把这个考证件 告诉我哥跟我嫂子去 嫂子 咋啦 你怎么来了 嫂子 我给你说个考证件 我考上名牌大学了 你看 还真考上 不过有什么用呀 你只是个女孩 迟早得嫁人的 这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这个道理 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嫂子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我这考上大学了 你怎么不说让我去 上大学 让我去嫁人呢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迟早都得嫁人呢 再说了 你上大学你有那个钱吗 嫂子 我是没钱 但是 我不是有你吗 你跟我哥 不是一直在照顾着我吗 现在我考上大学了 你们能不能帮我出这个费用啊 你也知道 这些年都是我跟你哥照顾你 花了多少钱呀 现在你还想去上这个大学 你知道上大学得花多少钱吗 我凭什么要一直供着你啊 我只是你嫂子 要不是你爹 又不是你妈 你就帮我交个学费就行 这其他的费用 我自己可以进攻减学的 我想去上这个大学 我没有 我不讲 别什么事都找我们家 你不是还有个哥吗 你去找他呀 这二哥他还没结婚呢 他一个人过世子 本来就不容易 我怎么能去找他呢 嫂子 这爸妈走的时候 把什么东西都留给你了 你们当初也说过 一定会照顾我 会管我的 先乘我考上大学了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呀 我没管你吗 这些年的学费 不都是我们出的吗 你少拿爸妈来压我们 我告诉你 我对你啊 已经人之意尽了 你去找你二哥去 他没钱啊 让他想办法 凭什么他撒手不管呀 嫂子 行了 别在这说了 你就是说破天 这个钱我也不会给你出的 你赶紧走 别来我家了啊 嫂子 你这怎么了 怎么还不了 哥 我正准备去你家呢 我考上大学了 你去我家 考上大学了 什么大学啊 让我看看 呦 我这上学 需要交学费 我说你没钱 所以 找我借钱呀 哎呀 然了 这是我哪有钱呀 我没钱 哥 你怎么可能会没钱呢 你 你 你有工作呀 每个月也不少证呢 我是你亲妹妹 你就帮帮我吧 哎呀 我的亲妹妹啊 不是哥不帮你 你看 哥是挣上钱的 但是 可有用啊 哥都多大了 啊 连媳妇还没娶呢 我攒钱娶媳妇呢 大学的事 你自己想办法 哥 但凡我有办法 我也不会来找你的 哎呀 你找我 我就把钱借给你了 啊 那我以后怎么办呀 你这上大学 一下得四年 得花多少钱呀 啊 哥 你就帮我交个学费就行 其他的费用 我可以自己清空俭学 哥 你不能看着我 考上大学 却不能去上啊 行了吧 就算 就算给你出学费 也不应该找我呀 你去找大哥大嫂呀 这大嫂家 我已经去过了 大嫂他不管我 就把我给赶出来了 你看你看 这大哥大嫂 他们都不管你 你找我 我怎么管你啊 啊 还有啊 他们俩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 都不愿意出这个钱 我呢 连媳妇还没娶呢 我还没买房子呢 所以啊 这个事我是按摩能助 一哥看 这个大学啊 还是别上了 女孩子家 那一个出去找这儿工作 回头啊 赶快盛了梅 以后 不愿意出 不愿意出 多好啊 哥 行了 别那么多废话了 我还有事呢 打牌去呢 别当我事啊 哥 我这怎么办呀 本来考上大嫂是个高兴的事 可是 可是我大嫂跟二哥却不愿意管我 我这能去哪儿呢 我现在也不下可归了 我能去哪儿呢 爸 妈 我好想你们呀 奶奶 这是怎么了 是 我考上大学了 这考上大学是好事呀 怎么还哭起来了 本来是件好事 我还想着 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我哥跟我嫂子呢 谁知道 谁知道我大嫂跟二哥一听 我考上大学了 他们两个 都不愿意帮我 你说什么 你大嫂和你二哥 都不愿意 给你出这个钱 让你去上大学 是啊 他们两个 不仅不愿意帮我出学 还说得让我去 嫁人 打工 神 我不想去 不想去上学 你说你大嫂 和你二哥 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别人呀 想上大学 还上不上呢 这既然你考上了 就应该让你去上大学呀 谁说不是呢 神 你说 我这大学也上不了了 我这以后该怎么办呀 蓝蓝 你别哭了 这个大学呀 一定要去上 不行 神 上大学 要交很多钱的学费呢 我手里没钱 你没钱 神刚发的工资 我这有五千块钱 你先拿着 先去上大学 那怎么能行呢 神 我不能要你的钱 怎么不能呀 这谁呀 就一个人 无儿无女的 这钱呀 我也花不着 你先拿去 那是 谢谢你了 你放心 等我以后大学毕业了 我挣着钱了 我一定会双倍还给你 不 加倍 什么还不还的 等以后再说吧 蓝蓝 别哭了 走 跟谁回家 生一顿连饭吃 这一转眼都六年了 当年要不是我沈帮助我的话 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 现在我也开了有自己的公司了 是时候回去看看沈 谁呀 来了来了 婶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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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婶都没见到你了 可想你的 婶儿长大了 婶儿我也想你了 咱们屋里说 走走走 来来来来 快坐 让水好好看看 蓝蓝 这几年 这要你怎么样 快告诉谁 婶儿 我的婶儿没过得很好 那好就行 婶儿 婶儿 婶儿我跟你说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跟同学一起创业呢 现在毕业之后 我们一起开了一家公司 婶儿 我跟你说 我现在都是董事长了 真的呀 蓝蓝 你这么有出息 好 好 婶儿真是太高兴了 婶儿 我跟你说 如果不是你帮着我的话 我也不可能有金钱呢 还说还要干嘛呀 那就是应该的 什么应该的 婶儿 我跟你说 这张卡里有50万 你拿着 蓝蓝 你才开始创业 正需要钱 这个钱呀 婶儿不能要 婶儿 你就拿着吧 我们公司啊 现在稳定下来了 收入也不错 蓝蓝 你也知道 婶儿就一个人 也用不到钱 这个钱 快让你留着 好 你不要 我给你放着 什么时候要 再给我说 好 婶儿 其实我回来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呀 就是想把你接到城里去 以后啊 由我来照顾你 不行不行 蓝蓝啊 婶儿一个人 在农村也习惯了 这大城市里啊 我不习惯 我不去了 你怎么能不去呢 你说你一个人在老家 我也不放心呀 再说了 你这五十五女的 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身边没人照顾 怎么能行呢 你就跟我去吧 婶儿 你就答应我吧 不然的话 那我就待在这 我也不走了 行 婶儿答应你 跟你一起走 还不行吗 行 那咱们一起收拾东西 好 走 走 蓝蓝 小心一点 没事 咱们走吧 是 好 快点 蓝蓝蓝快走了 来 蓝蓝 蓝蓝蓝蓝 你真回来了 你这是去哪儿呀 去哪儿 回城里呀 你把我门也带上呗 还有你大哥 是啊 听说你现在可有本事了 带着哥 但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跟我还有关系吗 蓝蓝 瞧你说的 我是你二哥呀 你怎么都没关系呢 哥 你现在知道你是我哥了 早干什么去了 当初我高考成绩出来了 想求你们给我交学费的时候 你们在哪儿啊 怎么都不把我当妹妹呀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没钱吗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的亲人 你不能带一个外人走吧 外人 就是你们口中说的这个外人 帮助了我 这些年如果没有他的话 根本就没有我的今天 你们呢 虽然是我的亲人 可是又怎么对我的呀 我 行了 我不想跟你们两个那么多废话 以后咱们没任何关系 来 咱们走 不 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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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大嫂 你说当初咱们要是帮蓝蓝的话 该多好呀 是啊 咱们当初对她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太让她寒心了 要不然她现在那么有出息 都不带上咱们 这咱们这叫自作自受啊 行了 过两天 慢慢消了气 咱们再去好好道个歉吧 现在要去成这样了 哎呀 听见哦 咱们还去至今 咱们sa 购心 咱们 咱们